今天是我带领大家闭谷打卡的第三天 咱们已经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 这第三天是分水岭 是最关键的一天 你成功与否就在今天 就在这个时间段 下边我把技术要领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点赞收藏加反复观看 为啥说第三天最为关键 因为咱们前三天是糖体来供能 在你糖体供能结束之后 就是你的葡萄糖消耗完了以后 要启用脂肪代谢来为你身体供能 在糖体供能以脂肪代谢功能 相互切换的时候 也是你最难受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会最想吃东西 所以说大家啥也不要吃 一定要忍住多做壁骨功课 可以喝点水 扣齿腿筋加福气 这一天一醒 第二天 逃出生天 等糖体功能结束之后 你会感觉非常的轻松 你也会非常的精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